近日,中共国家审计署公布对金户高铁项目审计结果罗列了七宗罪状,包括开假发票、挪用公款、中标单位在招标前就已开工,以及排斥其他潜在投标者等等,涉及的问题款高达50亿人民币。 中共国家审计署23号公布对金户高铁项目在2010年5月到7月的跟踪审计,列出七大问题,包括挪用公款1.87亿,使用虚开伪造发票3.24亿,项目为中标先开工,设计金额44.46亿,招标过程图立特定集团排斥其他潜在投标者,设计金额4.9亿元。 目前,中国各省区,包括安徽、湖北、山西等等,也摩全霍霍,欲加入高铁项目。 中国铁路目前债台高筑,负债率高达56%,约为1.8万亿元。 据大陆媒体报道,现在已建成的高铁路线有7500公里,到2012年底预计将1.3万公里的路线投入运营。 在未来的五年期间,政府还将维持每年7000亿的投入。 毛一世还指出,政府为了面子花大钱兴建票价昂贵的高铁,而破停低价普通车,不但是做赔本生意,最要不得的是损害一般民众利益。 新唐人记者梁新、詹雅荣采访报道。